各位朋友網路都說 七題牛排很多 今天剛好有這機會 我們來試吃 我們真相調查委員會 立刻調查 哇各位朋友 這個就是那個 他的甜點嗎 前菜嗎 總是就是 一個蠻厲害的湯品 這個我們來吃個一下 蝦子甜甜湯 兩個小夾子 非常漂亮 我們試一下 小夾子 非常新鮮 非常新鮮 超新鮮 超新鮮 蠻鮮蠻好吃的 這個蠻特殊的 旁邊底下是這個蘋果 超新鮮 我試一下 水果是酸的 醬是苦的 有一個特殊的開胃感覺 第二道菜又送茶了 怎麼那麼神奇 很有趣 這個順序有點奇妙 水果也上來了 好神奇喔 我先喝茶 這個好香喔 這個 好香喔 他真的是茶包的 真的蠻香的 因為最近剛好在咳的時候 喝這個不錯 水果 我們點水果 來西瓜 吃外的人就沒吃西瓜了 沾嫩醬 這個醬 喔酸 然後 痾 這個口感蠻特殊的 該說好吃呢 還是 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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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湯來了 然後中間一部分是這個 吐司 讓人家人吃的 好我們立刻來體驗 這個 神奇的濃湯 沾了這個 上面濃濃的 我試試看 非常香 他這湯的肉感十足 然後這吐司很會吸那個湯 吸一提 讚 吸一提蠻好吃的啊 對 湯水起來是這個樣子 很濃 很燙 很香 喔 怎麼說呢 他就像個 哥哥福福 一層那個 斗斗的東西 我知道看起來很恐怖 可是 是真的不錯吃啊 味道很好 我各位湯平來了 這個 哇 這煮菜魚來 這湯平這個就很豪華了 這個蝦子蛤蜊 後面非常美啊 我們立刻來給他吃看看 這個非常精緻 這個魚片 吃吃看 魚片鮮 這應該是花枝吧 哇 這個海鮮很有料 這是大家最喜歡的剝蝦子環節 大家 不知道為什麼最喜歡看我剝蝦子 我們 鋰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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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蝦桶 這個 雲鰍牛撥蝦 來了 自己剝的蝦子最好吃啊 因為你那種整個熟都是蝦子的味道 這個吸體的蛤蜊就有點小 這個是發育不良的蛤蜊 可是很有彈性耶 很多朋友都說蒸這個牛排 今天看到真的很厚 天啊厚的一塊 平常去牛排看到扁扁的 那個攤攤的 這個牛排切下去整個桌子都在晃 各位朋友太感動了太神了 這個切下去整個都紅了 還是第一隻耶天啊 所以真的牛排跟那種平平的牛排不一樣 難怪有人說什麼一百塊一百八十塊吃到不是牛排 這個真的不一樣 我吃看吃看 好厚一塊好爽喔 表面的焦香 不過裡面真的很軟 很多吃 但剛剛切得太大塊了 有點感覺有點可惜 我們這次吃飽點 我們吃一下 喔 在這裡 這種多汁感 肉的鮮明感 好充實喔 切下去的時候感覺很妙 就是你切下去的時候要怎麼這樣子 分開化開 再看看這個肉 太棒了 太舒服了 然後這個附這個醬 我們這次附醬吃看看 附的醬都變這樣子 滑光滑光的 嗯 這不一樣 上面有成那個 滑滑的香香的濃郁感 裡面是那個肉汁 層次感可能出來了 這個吸體的甜點 讓我們來看看喔 啊 百香果 這個 這個就有點酸了 這個 吸體其實每一道都滿完美的 可是最後一道就有點問題 你知道嗎 我就吃飽了 再吃甜點 你要給我一個酸酸的 這個開胃菜吧 好酸喔 酸到不行 明明那麼柔那麼香 那麼舒服 可是百香果那麼酸 喔 起司蛋糕切割秀 好 那我們臨座有人 可以品嘗一下的味道 說一下感想 不會拍到臉 可以拍到臉 感覺如何呢 還可以有這個糖 那我們可以訪問一下嗎 平常網路都說 那個吸體人囉 求你吃起來感覺如何呢 好酸 簡單的四個字 那個把網路的遙遠 粉碎的徹底 感謝這位朋友 再讓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美味的起司蛋糕 來 請你簡單的再說是 吸體牛排 感覺是 沒有 那麼超酷的 很酸 很有毛病 有汗 恐嚇 動態 動態 衛動態 好